尼采的心灵咒语8 把问题弄清楚之后,答案会自然出现 即便读过再多的方法论 即便学了著名企业家与富人的做法 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做法 这是理所当然的 假之良药,乙之皮霜 他人的做法常常不适合自己 问题在于你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为什么 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为什么想要那个 为什么想成为那样的人 为什么想走那条路 你从未思考过这些问题 自然也不知晓问题的答案 只要你搞清楚了这些为什么 事情就简单了 事情的做法便会摆在你的眼前 没有必要模仿他人浪费时间 你已经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前行的道路 只要迈开步子往前走便是 选自偶像的黄昏 帮助他人的喜悦是最纯粹的 不快的原因之一 是自己所做之时 与其产生的后果 没能帮到他人 所以有许多老人郁郁寡欢 而理应欧哥青春年华的年轻人们 不悦的原因 是自己还难以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 欢乐永住的诀窍 便是帮助他人 成为对他人有用的人 这样 你便会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享受最为纯粹的喜悦 尼采的心灵咒语五 表现自己的三种形式 自我表现 即表现自己的力量 其方法可大致分为三种 赠予 嘲笑 破坏 将爱与尊敬 赠予对方 是表现自己力量的一种形式 而诋毁 欺凌 贬低对方 也是表现自己力量的一种形式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尼采的心灵咒语 二 不要在乎自己的名声 世人都很好奇 他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想给别人留下个好印象 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更伟大 更加重视自己 然而 一味地在乎自己的名声 有百害 而无一例 因为人总会给出错误的评价 你几乎不可能收获 令自己满意的评价 评价令你大失所望 反倒成了理所当然 所以 为了不让自己怒气冲天 就绝不能在乎自己的名声或口碑 也绝不能关心别人的想法 否则 你就会安心于部长 社长 老师这样的头衔 带给你的快感与安心 殊不知 你已成为众人的眼中钉 选字 人性的 太人性的 尼采的心灵咒语 三 不要在疲惫不堪的时候 反省自己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开始自我反省 或者一天结束之时 回顾一天的生活 进行反省 于是 你便会注意到 自己与他人的错误 变得郁郁寡欢 你为自己的不忠用 而愤怒 为他人的可恨 而咬牙切齿 如此这般 总会以不快 郁闷的结果收场 这并非因为 你冷静地反省了自己 你只是累了 在疲劳时进行反省 乃是郁闷设下的陷阱 疲劳时就不该反省 回顾 甚至不应该写日记 在你活跃异常 沉浸在某件事情中 享受快感的时候 是不会反省 也不会回顾的 所以 你若是觉得自己不忠用 或是开始憎恶他人 那便是你疲惫不堪的证据 这种时候 就应该立刻休息 选字曙光 尼采的心灵咒语 十八 恐惧由心生 世间之恶的四分之三 接触自恐惧 因为你心怀恐惧 才会为经历过的众多事情 而苦恼 不仅如此 你还会让你 惧怕尚未经历过的事情 然而恐惧的真面目 正隐藏在你当下的内心之中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改变 因为 那是你自己的心 尼采的心灵咒语 七 每天克制一件小事 做自己行为的主人 切记 自以为是 别以为你听过自制心这个词 就能做到自制 自制需要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每天克制一件小事 若是无法轻易办到这一点 便无法称为有自制心 若是无法在小事上自制 就不可能在大事上自制 自制 既控制自我 也就是说 你要抵制盘踞在心中的欲望 不被欲望所左右 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 尼采的心灵咒语十三 人常常会被解释束缚 失去思考的本质 事物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 好事 坏事 并非浑然天成 是好 是坏 是美 是丑 是有用 还是无用 做出解释的 终究 还是自己 然而 无论你如何解释 从你解释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 你已已经讲自己 置身于解释之中 这意味着 你已被解释所束缚 只能从解释得通的视角 来观察事物了 也就是说 解释 以及诞生于解释中的价值判断 将恶注意的喉咙 可是不做出解释 就无法处理事物 这便是解读人生时 所要面临的两难境地 若是对自己周围 及事件发生的大事小事 兴趣盎然 最后你只会成为一具空壳 还有一些人 只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虚 而将目光投向各种事物 好奇心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能引爆你身上的潜能 然而人生苦短 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你经历一切 应该趁着年轻时 脚踏实地 认清自己前进的方向 并沿着这一方向 不断钻研 这样一定能令你 更加贤明与充实 尼采的心灵咒语 六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 无论是谁 都有一技之长 而且这一技之长 是只属于他自己的 有些人 很早便发现了自己的特长 并利用特长 取得了成功 有些人 一辈子都没弄清楚 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 有些人 凭尽一己之力 发现了自己的特长 而有些人 则参考世人的反应 不断摸索自己的本领 究竟为何 总之 只要你摆着不挠 不断挑战 总能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 尼采的心灵咒语 四 睡觉是最好的调整方法 当你深陷自我厌恶中时 当你厌烦周围一切时 当你做什么都疲惫不堪时 该做些什么来养精蓄锐呢 赌博 宗教 流行的放松疗法 维生素药剂 旅行 饮酒 不 吃个饱饭 再睡个饱觉 比平时多睡会儿 才是最好的方法 睁开眼镜后 你会发现自己 焕然一新 充满力量 选自 漂泊者及其影子 尼采的心灵咒语 十一 坦然接受自己的变化 过去的自己所坚信的真相 现在竟成了错误 过去的自己所坚持的信条 现在也发生了变化 这并非 这并非因为你 您少无知 见识浅薄 不经世事 对当时的你而言 这样的想法 是必要的 对当时那个层次的你来说 那是真相 也是信条 人总在脱胎换骨 更新换代 不断朝新的人生迈进 所以 只不过是 过去必不可缺的东西 现在变得 不再需要了而已 所以 对自己的批判 和听取他人 对自己的批判 其实也是对你的 蜕变的一种促进 为了让你 更快地 焕然一新 尼采的心灵咒语十四 想要找到自我 请先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你想 真正地理解自己的本质 那就请老实回答 以下几个问题 自己真正爱过的 究竟是什么 让自己的灵魂 升华的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填满了自己的心灵 让心中充满喜悦 自己究竟为什么东西 入迷过 只要回答这些问题 便能探明自己的本质 那便是真正的你 尼采的心灵咒语 十六 想引人注目 却无法如愿的原因 自我表现欲 即 只想让自己 引人注目的欲望 在派对上 这一点尤为突出 有人滔滔不绝 妙语连珠 有人身着奇装异服 有人焦急广泛 有人自我孤立 大家都想尽办法 只让自己 引人注目 然而 他们打错了 如意算盘 因为他们觉得 只有自己 是舞台上的演员 而其他人 只是看客 每个人的想法皆如此 于是便演变成了一幕 无人观看的戏剧 最终 谁都没能得到关注 人生的历史总是重复 引人注目的方法 多种多样 有人用权力 有人用学历 有人则装可怜 博得同情 然而 他们总是 无法达到目的 因为所有人 都误以为 他人 只是自己的观众罢了 我相信大家呢 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尼采 他的哲学 应该是 自己心中的 一盏灯 一扇窗 他能给我们 人生非常多的指引 那我打算呢 再开一个专辑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尼采的心灵咒语 那现在呢 我来朗读 这本书的序言 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呢 也是一个 我对自己 和尼采之间的 又一个重新的梳理 也是一个 自己对自己人生 的一个梳理 希望大家能够 沉浸在尼采的 这个心灵咒语中 让这个咒语 对你 产生 不一样的 化学的作用 序言 德国哲学家 尼采 生于1844年 25岁时 尼采 即破格成为 瑞士巴塞尔大学 古典文献学教授 但十年后 他放弃了 优渥稳定的教职 转而 游走于欧洲各地 进行他独特的 著作与思索 尼采从来都是一个 面对生活和逆境 内心无比强大的人 在尼采的著作中 最广为人知的 莫过于 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了 但这本书代表 坐在1885年 出版的时候 他甚至只印了40本 送给朋友们阅读 惨淡的销量 世人的轻蔑 都不能阻止他 继续深入思考 自己的理论 在此之后 他还是不断地 自费印书 直到去世之后 他的思想 才被重新发掘 重视起来 后来的生命哲学 存在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 后现代主义 都以各自的形式 回应着 尼采的哲学思想 尼采之所以 在20世纪广为人知 也是因为 他具有强而有力的朝气 不屈的灵魂 至存高远的意志 再加上 一针见血的敏锐视角 总能以最优美的方式 一语道破 这个世界的秘密 尼采不会去思索 那些抽象难懂的事情 也不会滔滔不绝地 阐述理论 他强调现实的真理 善与道德 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哲学 是为了现在 活着的人们而存在的 所以 尼采的哲学 绝不难懂 只要稍加阅读 读者便会产生 由衷的兴奋 其实 让读者兴奋的 并非是尼采的文章 而是他们用自己的大脑 进行思考的心心感 它迫使读者 从更高的角度 来审视自己的人生 于是 曾经的困惑 变得简单清晰 曾经的犹豫不决 变成果断坚定 这便是尼采 最大的魅力所在 本书由日本尼采研究专家 白曲春艳 采集尼采一生所著有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 226句话 囊括尼采思想的精髓 一经出版 便风靡日本 更以横扫亚洲 席卷亚洲之势 令世人再次着迷于 这个一百多年前的 伟大哲人 翻开本书 让尼采 带你看清生命的本质 让你的内心 越来越强大 有点赤螺丝 大家尽量啦 尼采的心灵咒语 诗 一切从了解自己开始 绝不可以糊弄自己 自欺欺人 要对自己永远诚实 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癖好 拥有怎样的想法 做出怎样的反应 因为你若不了解自己 就无法讲爱 感知为爱 为了爱 为了被爱 首先就必须了解自己 连自己都无法了解的人 又如何了解得了对方呢 节选字 曙光 尼采的心灵咒语 十二 用行动才能赢得信赖 在现代 那些四处宣扬自己 值得信赖的人 反而无法取得他人的信赖 因为会说这些话的人 不是沉醉在自我之中的自恋狂 便是因为太爱自己 而无法认清自己的人 而大部分人也很清楚 人类究竟有多么脆弱 要想赢得他人的信赖 不必用言辞来强调 而应当以行动示人 而且 只有在进退尾骨时的真执举动 才能打动人心 尼采的心灵咒语 九 最微小的行为 也会给人生带来持久的影响 自己的所有行为 总会成为其他行为 思想与决定的诱因 甚至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 行为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 因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 总会与某种形式 与日后发生的事情产生联系 哪怕是遥远过去的人们的行为 也与现在的事情 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一切行为与运动皆为不死 所有人的行为 即便是最微小的行为 也是不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都是永生的 节选字 人性的 太人性的 尼采的心灵咒语 一 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 就能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绝不可妄自菲薄 那样无异于将自己的行为 与思想五花大绑 一切从尊敬自己开始 尊敬毫无经验的自己 尊敬一无所成的自己 将自己当个人看 只要你尊敬自己 便会无法作恶 便会无法做出 不配为人的 举轻蔑举止 改变活法 能让你更接近 自己的理想 也能让你成为 他人学习的榜样 这样能开拓你的可能性 并给予你 将其变为现实的力量 要活出精彩 首先就要尊敬自己 选字 全力意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